超市里葵花有的货架上空空荡荡 上面还贴着标签 一公升装每人限购两瓶 五公升装每人限购一瓶的标签 但是其实根本已经没有可买 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供应国 生产全球49.6%的葵花紫油 10%的小麦 12.6%的大麦 和15.3%的玉米 如今乌俄战争仍未解 农民们也几乎都在前线地区 没有人在耕作 加上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的化肥产品短缺 农作物不施肥 产量至少减少50% 联合国世界粮仓鼠 WFP购买的粮食中 有50%来自乌克兰 所以可以想象冲突若是继续恶化 将迫使WFP不得不血减 对叶门、尼泊尔、阿富汗、叙利亚 非洲、中东、东南亚等80个国家 将近1亿3000多万人的粮食配给 而且乌克兰自己本身 也从全球粮食提供者 变成排队等待人到救援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Raus 已经表明美国农民已经在积极地增加农作物产业 欧盟也宣布将分发5亿欧元来协助当地农民和消费者 分担食品价格飙升和供应短缺 盼望能缓解乌尔冲突后 全球粮食短缺的问题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